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到了日本后,继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建立了横冰星中会,他断发改装,已是同亲政府的决裂,从此,他开展了职业革命家的长期流亡生活,他决定继续观察,思索,散播革命的火种。 夏威夷是行程的第一站,他向侨胞报告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并组织行中,会会原餐加兵操,只是,初次的挫败,使得各种活动进行迟缓。 他乌是在1896年初踏足新大陆,从西到东横跃美国,先在旧金山及三藩市建立行中会,又向各部的侨胞和鸿门组织反复,深说必须进行根本改革,否则无以救亡,流亡生活异常艰苦。 他拘留纽约时,经常要在一家书馆的地上睡觉,穿着粗略的衣服,并仅以一碗面条充饥。 孙中山屋1896年秋从美国纽约乘船赴英,他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行程中隐藏的陷阱和杀鸡。 他被清朝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悬赏千两银花红鸡拿,清政府还电令驻外使馆严密侦查,伺机拘捕。 在孙中山抵达伦敦前,清住英使馆早已获悉他的行踪,并向英国政府交涉逮捕。 引渡事宜,清住英使馆在有关要求被拒绝后,决定采用绑架手段。 10月11日,抵达伦敦十天的孙中山,在从旅社前往老师康德黎J,堪水寓所的途中,被寓服在清使馆附近的工作人圆强行挟持,求无使馆楼上的密室。 孙中山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因为清政府电令清使管固船将他偷运回国。 他的遭遇得到使馆的英籍拥工同情,赫维·哈尔和科尔治,后先后把他的亲笔短间和情况转达给康德黎。 康德黎和另一位西医书院的教师孟生替曼森元香港西医书院首任教务场立即展开营救活动,向警署和外交部报案,通过报章揭露这种卑劣行径,故警侦探监视清使馆。 在舆论的压力和外交部的干预下,孙中山屋22日获得释放,这桩事件不但给孙中山以魔力和考验,还是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文明屋当事。 孙中山从1896年秋到1897年下都在伦敦拘留,他十分勤奋地读书,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而矿产与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 而且细心和耐心的研究,他还认真考察了英国社会,参观了宪政俱乐部和国会,轮队东区的贫民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各地的工人罢工斗争令他非常同情,这些因素促进了他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 正如他后来艺术,两年之中,所见所闻,书多心得,使之图治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 由未能登斯民屋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制式,由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 几乎这种体会,他说,云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 此番民主义所由完成也。